缺血啊,今天在这个豆瓣生活组的小组,或者说呢,小号组,或者说呢,副组,这个生活组脱水版呢,看到这么一个帖子 在接触女权主义之前呢,从来没想过孩子可以随母性 尽管呢,法律上规定啊,说孩子生下来随父性随母性都是合法的 但是呢,这个传统的习惯呢,传统的势力啊,大环境就这样 孩子一生起来啊,就默认随父性 简直和人要吃饭喝水一样自然,因为什么呢 99%是9.999的,人类呢,都是随父性的 没人想到要随母性,随母性的那也是西班牙人,西班牙族裔的 想到把母性,母性灌在自己的这个名字中间啊 他也不是放在最后,最后呢,还是他父亲那个姓 仍然是随父性,母性当然也可以放啊,放在里面 只有西班牙族裔的叫espanohablante,是吧 espanohablante,这个他们是这个有父性母性啊,双性 其他的啊,其他的族裔啊,其他的民族啊,其他的国家啊 其他的鱼种啊,全是随父性的,没有随母性的,对吧 中国的,中共国的这个法律啊,还是规定啊 就不用看那法律,那法律比擦屁股之类,也好用不到哪去啊 就就想啊,接触这个女权主义之前呢 从来没想过,没有意识你知道吧 因为女性啊,失权太久了 失权了几千年呢 大家就,就像这个呼吸药,呼吸空气一样 喝水啊,人的渴了必须要喝水一样 就没想到这父权主义是这样的无孔不入 无处不在啊,无时不有 这真的是很难去除掉的 这个其他的女网友啊,在这个帖子评论说啊 我是家里啊,有几个上门女婿 啊,这个所以从小就知道的 还有呢,我姑姑啊,并不是她爸亲生的 但是她有惯性权,所以呢 家里财产啊,大部分给她了 对于这个惯性权的理解啊 启蒙的就比较早 这有一个特殊特立的女网友啊 她对这个惯性权的这个理解就非常早 还有个女网友说呢 我也是,因为胡江市 不就那个叫什么,什么P着啊 就那个P姐是什么姐啊 反正她那个是中系导演系毕业的啊 还上海人,然后 嫁给一个陕西的老公 她还是让她儿子随父性 天天的她拿这个女权来炒作 结果她还随父性 你说你如果是你结婚前呢 你就是这个就生了孩子 不是啊,就是你在搞这个自媒体啊 做网红之前啊 以女权为主题做这个网红之前 如果说你生了孩子 这孩子已经随父性了就随了 就像缺姐 缺姐也不是一结婚就马上就女权的 缺姐也只是说从感性认识 觉得这个男女是非常不平等 但是没有意识 没有意识到缺姐结婚的时候 也是按照惯例 按照这个欧洲国家的惯例 随了复兴 这个缺姐承认的啊 缺姐没有撒谎啊 但是呢 随着这个对于啊 这个公公 这她的体现 她身上体现的父权啊 她一无是处 她连暴力都不具备 父权的基础上不是什么 不就谎言和暴力吗 那谎言 你是骗不到我 就像你这种农村出身的 没受过什么教育的 你去跟缺姐这种生活高等教育的啊 走南闯北的 在国内还有一定的职位的 有一定的这个阶层出身的 你跟缺姐这装逼啊 这这你糊弄不了啊 这个缺姐不是啊 这公公是糊弄不了 但是她无时不客啊 她不再想着 怎么用父权来压榨你 来压破你 这个时候 她又不具备暴力的这种威慑 她打不过缺姐 缺姐把她揍了好几顿 这个时候我就想 哎 这不对劲呢 凭什么她 就仗着她自己长的那个老屌子 她就可以说想欺压缺姐呢 缺姐就开始接触啊 这个女贤思想 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啊 特别生动 特别具体啊 特别鲜活 然后慢慢意识到 这父权这是有问题的 这样啊 就就 你像那个网友啊 是因为那个什么批 什么批姐啊 她那惯性权的争议 她是啊 就是明明已经在玩女权了 结果她还让她儿子随父性 就说那你还玩什么女权呢 是吧 你不想缺姐 缺姐刚结婚的时候 并没有 并不是女权主义者 而且呢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有学生啊 有男生特别敏锐 就一眼就问 他说 老师你是不是这个女权呢 然后这个缺姐当时呢 还没意识 哎 怎么缺姐就成女权了 还不敢承认的说 哎呦 老师可不是女权啊 还跟这个女权要批行关系呢 这只是缺姐出于自发的觉得这个不对啊 要维护一下这个女性的这个权益 这这样的发言 然后这个 有的 有一个山东的男生啊 他就非常敏锐 他 山东人啊 山东男性啊 是什么样的啊 大家都知道啊 网上有有传说的啊 我就想啊 这惯性权的争议啊 就突然呢 就让这个踩在女性脖子上的那只脚 啊 就是美国不是有个女性大法官刚死去的吗 金伯格吗 他就说啊 女他只是想让这个男性踩在女性脖子上的一只脚挪开啊 并没有说想欺压男性啊 结果呢 这男性就炸锅了 就非常的有具象化啊 真的 就种种种的案例啊 让很多女性就纷纷觉醒啊 为什么女性一出生就是外人 她竟然在她自己的原生家庭 跟她有血缘关系的 这个世界不可取代的血缘关系的血亲 就把她当外人你说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接受她呢 这是这是让人特别难受难以忍受的是吧 这个世界跟你关系最紧密最值得信任的 也最无法替代的这么一种关系 社会关系 血亲都把你当外人 那外人呢不得更把你当外人了吗 是不是 就是有法律规定啊 中国法律规定啊 就包括哪个国家现在法律都可以 说你随附近寿命都可以 但是呢 这传统势力就这么强当 这就是文化的影响 大家不觉得啊 如果说随母性啊 大家反正觉得这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就有个女网友提出来了 说我有个好朋友 从小随母性 当我知呢 他跟他爸不是一个性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啊 就是他爹不是亲爹 他妈呢 是吧 他爹是后爹啊 他妈呢 是二婚 是二所获 这个 他们家是不是再婚呢 然后后面呢 你才知道 这随母性也没什么呀 那个时候就第一反应就特别奇怪 这就是父权对人的毒汉啊 有一个就是忠于随母性的 反倒觉得人家不正常 觉得人家来自二婚 二所获的家庭 反正呢 就我是从哪件事又特别体现到这个 就感觉这父权制的无孔不入啊 缺姐是看到缺姐的公公 居然可以把他岳母和他老婆 也就是这个他岳母的女儿 也就是我的婆婆啊 这个木 母女两个人的木封开来啊 把他岳母的这个骨灰啊 就扔在乱缝缸里面 无名无姓 把他老婆的这个墓碑啊 写着他的随父姓嘛 这个欧洲女性一般都随父姓 你不随父姓啊 很多时候你在签合同啊 还有邮政都会发生非常大的问题 比如说缺姐啊 因为是随父姓 所以呢 就不管是在外国也好啊 在什么签了什么合同 那都已经可以代表这个我老公 老公我们就是经济共同体 不用再出什么公众书来说 哎 我授权给我老婆啊 怎么怎么着 不用了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姓的 一看就知道了啊 这两个人结婚的 这就是你这就是 这个父权制的这个贯父姓 贯父姓的这个 这个势力的这个强大吗 嗯 你说呢 这个我这个公公啊 是他可以把他死后 可以并入他老婆的墓里面 但是呢 他岳母啊 作为这个我婆婆的妈 亲妈却不可以 就因为呢 母女不是一个姓 那你不能让丈母娘也随你这个女婿的姓吧 对吧 你说你这个已经 女儿都已经随了这个女婿的姓了 难道让丈母娘也随吗 这不更霸道了吗 是吧 我就觉得特别难受 因为我对我这公公特别看不起 这一无是处 他这一生啊 就是一无是处的这么一个老吊子 还在乡下有私生女的 他就可以啊 在城里啊 他为了进城站尾脚竿 他就绑定了啊 这对傻巴鸡的母女 寡妇 孤儿寡母吗 好欺负吗 就吃定人家了 你说这一辈子呀 我就觉得他呢 是这一辈子啊 欺负他老婆 欺负他还不够 他下一辈子还要绑定一个女奴隶 继续供他剥削和吸血 我就感到特别愤怒 缺绝就真的 就打抱不平吧 然后还说我老公啊 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爹的这个骨灰挣出去啊 让你爹进公墓 让你这个外婆 并入你妈这个墓里面 因为你外婆把你一手带大的 而且我们家结婚前的那第一个房子 我老公的第一个房子 是他外婆用一生的技术给他买的 我说这辈子你最值得感激的人是你 是你外婆 是你外婆带大的 也是你外婆给你买的房子 我说你有什么权利和资格不维护你外婆 反倒占你爹呢 但是我老公想不到啊 他就觉得大家都这样啊 我也这样啊 我不这样的话 别人怎么看我呢 他就很懦弱 我就想我就不能说作为外人吧 我又不能就是说生搬就死活要管这事 管的话那基本上又是吵架又是闹 反正也没花我的钱是吧 所以说反正我就感觉挺难受的 我就缺姐就在想啊 这父权制啊天然就割裂女性 这个让女性啊不得不辞救 很多那些就是对自己女儿 亲生女儿特别恶劣的 虐待女儿的亲妈呀 他们呢就这种妈呀 他本身他就不尊重自己的繁育结果 他把自己看成老公的外挂子宫啊 他给他老公繁育孩子啊 对他老公不满他就发起给孩子 你看在古希腊神话 不就是有那个美迪亚啊 就为了报复老公啊 出轨啊 他就要杀死他 他跟老公的共同的孩子 这种你说是亲妈妈 你这不是杀得亲孩子 孩子不都是你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吗 妻母啊 有一个女权理论叫妻母妃母 这个妻子的妻母呢 是把这个妻权啊 看重 比这个母权看重的还要重呢 母权在这个妻母眼里 那就不算什么 只要让她获得妻子的地位 让她有妻子的权利 她宁愿舍弃母权 很多母亲啊 虐待自己的女儿都是这样的 都是觉得呢 女儿呢好像是天生的啊 再加上跟老公的感情不好 有时候呢 就夫妻感情不好啊 会在孩子多啊 他就会互相给自己的对付拉人啊 当妈的拉一个跟自己亲近的孩子 然后当爹的 再拉那么一两个跟自己亲近的孩子 结果搞成两派 包括缺姐啊 年轻小的时候 在贵州病毒上 我亲妈和我亲爹也搞这一套 我妈呀 对我亲妈呀 活的时候对我也没多好 本来呀 就割裂嘛 就父权是真的是割裂 割裂最 就是人世间最亲近的母女关系 割裂婆媳关系 割裂姐妹关系 割裂轴里关系 甚至割裂 普通的女性啊 就完全八战子划了不着 女邻居之间 一切女性关系 本来都是应该和平相处的 对吧 但是男权割裂了一切女性 把所有的这个女性关系啊 都给打破了 就把这个女性原子化 女性是无法团结起来的 就把 比如说啊 父权啊 居然可以把生物遗传学理 最亲密的三代女性 外婆 不能叫外婆 叫姥姥啊 那这个妈妈 女儿 分别各类在不同男性的家里 看这父权都罢了 从夫居 随父性 甚至是随父性 再加上男性的宗词 落叶归根的这个迷信 这种玄学的伪 这种伪科学 还有什么男保识香火 这不也是迷信吗 这不就是邪教吗 这等等等等 这些邪教的理念啊 全是男性发明出来 欺压女性的 独计策 恶文化 中华传统的这种文化 没有什么瑰宝 千万别神话 什么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里 大家可以看有什么 有猪尾巴 猪辫子 有果小脚 有秦牧驴 有陈堂 有杖壁 还有什么 还有灵池 反正呢 就父权的制造一切矛盾 制造一切争端 制造一切战争 这是父权 缺血对时想说了 就呵呵俩着 诡计多端的 恶毒男性 好 好